英国国会因为加沙停火协议爆发混乱 不止朝野议员离席抗议 就连政府也决定退出这个课题的议事程序 一切争议源自于工党出身的议长或以而打破惯例 批准工党的停火动议进入表决程序 有议员形容这触发了宪政危机 保守党则抨击 工党齐劫了辩论 如今议长恐怕会面对不信任动议 庄严的英国下议院星期三血脉喷张群情汹涌 这一天是在野党日 轮到苏格兰民族党提出动议 按照惯例当天专属苏民党 除了执政党以外 其他在野党的议案都不会被接纳和表决 可是一切完全跑偏了 苏民党针对袈裟停火提出了动议 另一个反对党工党和执政的保守党 同样提出各自版本条件和用词都不一样的提案 可是出身工党的议长霍伊尔竟然开路 让议会表决工党版本的议案 议长全力护航完全不给苏民党面子 气得苏民党议员群起叫嚣 还形容这根本是赤裸裸的蔑视 有议员形容议长已经触发了宪政危机 苏民党和一部分保守党议员更是离席抗议 在保守党看来 工党已经齐劫了这场辩论 所以政府决定退出议事 也显得出现自议员的法律 这变化是持有议员的议员 这变化是抗议的和处理的 的制裁则和适合的处理 的这家庭 也不能够议员 那组织的不可以回答 在决定的逮捕 而这样 政府没有信任 那它能够议员 这种选择 在保守党退出后 下议院用声浪表决方式 通过了工党版本的停火动议 反而当天的主角 也就是苏民党议案 没机会表决 面对压力的议长 随后回到议会厅 针对为工党议案开路的行为 表示遗憾 公开道歉 霍伊尔解释 一些民意代表的尾巴战争立场 让他们面对暴力威胁 他担心议员的人身安全 所以才决定放行 让不同政党都可以表态 我希望所有民党都可以表态 所有民党都可以表态 尤其是 尤其是 民党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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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我也是 尤其是 跟随后 把我的心疲 Affiliate 到处的身大 根本我不像胡 오늘도 我完全没有对了 Sang Wide Sin 公党资深领袖向英国广播公司透露 党高层之前向霍伊尔表明 下届大选以后就会替换他 意味着霍伊尔可能是想要保住议长职位 才会护航议案 可是与议长关系密切的人声称 绝对没有人施压 一切都是为了议员的安全着想 霍伊尔表明将会晤主要政党的议员代表 讨论放行议案的课题 可是已经有超过30名保守党和苏民党议员 签署早期动议 表达对议长的不信任 尽管议会很少辩论早期动议 但这种表态凸显朝野议员的愤怒 发生了 Fighting 感谢观看